中国僵尸成为了普通僵尸的希望 竟然要单挑一个人类城市 兄弟们 你们觉得会成功吗 嗨 各位宝字们好呀 最爱你们的山姆大叔 有屁脸屁脸的跑来啦 今天我们又要扮演什么角色呢 我是一只可怜的僵尸 哎哟 现在我都快要被烦死了 我们普通僵尸 就是要比金雄僵尸低人一等吗 对哦 咱们千一人做的事情 我们一辈子都做不到 够了 全都给我停下来 不就是普通僵尸单挑一个城市吗 我有办法做到 哦 真的 当然 不过 要让我失说一下 啊 想到了 中国僵尸 这次全靠你了 由于普通僵尸本身体质比较差 所以要多提升几级 这样就差不多了吧 哎不行 还得再带几个道具 保险一点 嗯 这次肯定行的 中国的僵尸配上道具 在配合我的顶级大佬 区区人类 还不知分分钟拉下 嗯 这个地方不错 有四个房子 足够僵尸们慢慢发育了 由于这种普通僵尸 每次能带三个 所以就三路一起出发 很顺利嘛 这我们来了 我去 竟然出来了反僵尸小队 算了 只是牺牲这个污子的僵尸 把他们封印在里面 还有两大包僵尸 你看问题也不大吧 我要去牵 什么鬼啊 为什么全是没有一点 战斗力的哥布林僵尸 而且另外一队的反僵尸也来了 可恶 就能这样了 老八汉堡 救你啊 兄弟们 给我反杀 漂亮 成功搞定 不过还是打稳一点 先把上面屋子的搞定 最后再来打这个屋子 一个反僵尸小队 哇去 怎么那么大僵尸啊 呵呵 这就是我们的战术 以弱胜强 就为你补补补 成功搞定 要不是二队哥布林 感觉这次甚至不用道具都能搞定啊 兄弟们 你们觉得这次中国教室 带来一个城市算成功吗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此为止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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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